各位好 歡迎收看球星台 今天剛剛有場友誼賽 就是標準流浪對著FC琉球 我們今天剛剛請到FC琉球的地域交流擔當 高俊友賢先生為我們接受訪問 事不宜遲 今天不如正式開始訪問吧 我是Billy 我專門留意了日半球也有一段時間 亦有些問題也希望社長多多資格 Billy 日本的作家有興趣 日本的作家有興趣 這次也請問 首先想問FC琉球有多少個清分的階梯呢? 大概有多少人參加呢? 清分是否就是 青年軍 多少支青年軍 FC琉球是多少個若一隊持有的嗎? 多少年代 12 12 15 12 15 今年18 12 15 今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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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多少人參加? 多少人參加? 15 大約60 70 60 70 15 60 60 16 15 1 17 32 12 20 20 12 20 20 20 10 20 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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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18 亦都想問你在宣傳上有什麼計劃和策略呢 他說今後他就會做多些這方面的事 但是之前是沒有什麼做這些宣傳的 還有沖縄出身的選手 從這裏獲得更多的宣傳 他說 沖縄的選手 他說他想推廣自己的地方 沖繩那些球員 做多些好的足球比賽 就是他們打算去做推廣的 那我就承接著這一題 FCE流球就是唯一一支在沖繩縣的球隊 在安排上 如何跟球員作出最合適的安排 可以令他們有好的配套 FCE流球是沖縄唯一的 プロ的職業 所以 這個職業 可以做什麼事情 做得到嗎 沖縄的孩子們 要求日本代表 要求日本代表 要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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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有一個 使命 就是 經過足球 推廣他們 沖繩這個地方 就是 幫他們 帶動旅遊 是 另外 也想問問 今季會有什麼 目標 是否想升上J2 有的 有的 是 我的LIFLAT 就是今年的目標是升上J2 有三件事 就是 sorry 就是 這個年輕隊 不斷在擴大 就是做好些 還有 有的 是 對 是 還有 有的 是 是 有的 他有什麼目標嗎? 有很多客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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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想多點球迷 還有多點入場在他們的賽事 現在是1500人 他說他們的入場觀眾的平均是1000人 他們的目標是3000人 最後想問一下對香港足球的觀感是怎麼樣 香港的作家有什麼感想嗎? 正直來說 我真的覺得有點麻煩 但我看了幾次的試試 非常激烈 很快樂 很開心 我認識錯了 他說不是來香港之前 他覺得香港可能不太認識 會不會很悶呢? 香港的比賽 但是他來了看了幾次 還有經過這次之後 他覺得香港的球員很出色 香港的進攻得很厲害 還有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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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謝謝 在這裡多謝高津先生 接受我們訪問 還有翻譯姐姐幫我們做聯繫 還有翻譯的工作 各位如果想大家知道多些日本足球的消息 記得留意球星台 我們會很詳細地跟大家繼續報導